你们知不知如果你的亨尼黑厚黑面你都不理他 你忍住也不要过 开启松果体有什么好处呢 有什么方法最快去开启松果体 那你就要用这个水晶笼咒印章放在这里 如果你想感受一下他的power力量 还快报名参加 大家有没有想到这样子呢 水晶会不会发出求救的讯号呢 一般人水晶不同人 人譬如我们不妥不舒服 我们会说出来让别人帮助 甚至乎有什么事 我们看电影也有 他们会用电筒三长三短 又或者用镜在光照耀令它有反射 又或者寫张紙SOS很大张紙令人看到 或者沙滩寫这个字 水晶不同人他表达不到 但是不要以为他会给你信息 今天皮革sir怎样可以知道呢 当然有小部分的人 他确实可以跟水晶沟通 这是很小部分的 如果他说你都不知道 他会用什么方面 让你有信息 就在梦境里面 你睡觉醒了之后 你睡了很多 但是很累很不够 自从带了这条水晶手链就是这样的 平时日常生活很检点 没有东西的 总之带了你手链就是会有很累的感觉 睡了多少都不够 其实他是给你信息 他是在暗示你 麻烦了大佬 因为他都会吸了人的负能量 令到他不外乎 暗雅 没有能量 或者是里面有很多杂质 那怎么做呢 很简单 麻烦你放上一些静族 静的静族 充电 或者是美国闪零转上面 拿回原本有的彩光 好了 二十四小时一点都不可以少 二十四小时之后 拿回之后 咦 你就知道什么叫重申了 哎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